SCP-512 Gravity Nullifying Umbrella 反重力雨傘 项目等级 SAFE 偷出用措施 SCP-512存放于Sight-77的安全项目仓库中 禁止在危险的天气条件下进行测试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打开 一切户外测试计划必须经由安全主管Anderson审查 描述 SCP-512是一把黑色不锈钢雨伞 伞部为尼龙制品 光滑的弯把手由乌木所致 打开后的伞面遮盖半径为0.75公尺 厂商及制作者未知 在伞面部位由于清晰可见的被贴上去的小块 当SCP-512被打开并上手时 它会产生一个与地球引力相反的向上的力 这个力大概处于其正上方的一个圆顶状区域 其面积约为1.77平方公尺 处于效应区域内的降水和其他物品 都会被悬浮在空中并改变运动方向 SCP-512在关闭时或处于水平夹早时 不会产生效应 虽然SCP-512挡雨很有效 但依旧不建议在恶劣天气下使用它 因为某种未知的原因 项目的不规则效应 导致项目上方的空气变得极端离子化 这种相互作用也导致项目接触了电流强度极大增强 它原来的持有者和D51233的死 就证明了上述所致的尖端放电效应 对于所有拿着SCP-512的人都极其危险 此外 电流在SCP-512表面穿过 对项目的结构几乎无损 SCP-512是在佛罗里达的一个公园发现的 有人报告异常的雷吉 当地的急救服务中心到该区域进行人群疏散 在该区域的一个路灯上 发现SCP-512完全打开并拟来几次雷吉 记录中它的手把覆盖着一层灰烬 在当地报纸开始报告SCP-512的异常性质后 基金会开始介入 附录 测试概要 在SCP-512的承受极限测试中 确定了它的特性 许多物品被维持在SCP-512上方4公尺 然后让其掉落 在此之后 特制的机器会自动把SCP-512打开 测试物品如下 用普通桶倒下的1公升纯净水 1公升浓缩柳橙汁 大概1公斤的羽毛 1公斤冰块 初级研究员Ranville打包530里的各种内容物 1只普通跑鞋 1个普通西瓜 SCP-1108 1个5.4公斤的保龄球 1个40公斤的货用铁箱 测试材料在SCP-512打开后的大概0.5秒里 下降速度减慢 越大结构越松散的东西 在离SCP-512的表面 大概0.35公尺左右会趋于停止 所有材料除非受力滑向某一侧后 回归自由落体状态 否则会一直悬浮在空中 结构越紧实的物品 可以通过微调SCP-512的角度 使其悬浮在空中 而液体和颗粒状物质 则仅仅是被吃力退离效应中心 附录 实验D512-33 测试项目D检源 测试程序 将物品带到了SCP-77的户外场地 以测试反重力效应的垂直距离 在测试中突然出现了一场剧烈的雷暴 SCP-512的挡与特性产生了极低压 导致了项目正上方出现了一个抽吸效应 SCP-512把D检源D512-33 带向天空并飘向风的下风处 D512-33在SCP-512急速上升的时候 还能抓住它 D512-33通过滑翔逃离了赛77的范围 并记录了周围的区域 据观察 D512-33很快就研究出 利用改变反重力效应的角度 来进行半自主控制的飞行 项目在紧接着雷击中被重新收容 D512-33的遗体尚未被发现 以上就是SCP-512 简单说SCP-512是一把雨伞 能对上方的物体产生一个与重力相反的力 使东西漂浮 在极端天气下使用 会因为它对气流和电力的影响 让它容易被雷击 这个SCP就到这边 今天想讲一个最近发生的事 因为我做封面图 有时候会用GIMP这个软体 不知道这个软体的 它就像是一个开源免费的Photoshop的感觉 但我之前不小心就把它删了 所以我就想去载回来 我就直接Google搜寻 看到第一个结果 感觉没错就点进去 不知道其实这是一个Google广告 里面网站做的跟真的很像 所以我也没想太多就下载了 结果下载点了安装 马上被Windows防堵挡 Windows本来就蛮会乱挡的 也合理 所以我还是让它执行了 结果等半天都没安装 安装档还莫名消失了 我才发现我可能下载错东西 回去一看发现是Google广告的假网站 还不止一个是两个 发现KIMP的Google搜寻 被带有恶意软体的Google广告干扰了 好像是从几个月前就有的状况 查了一下就是会偷使用者账密 信用卡资料和Cookie 蛮多YouTuber都中的那种 目前就是账号密码全换 用一台干净的电脑把所有装置登出 中毒的电脑重灌 希望这样会有用 如果之后频道被盗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原因 大家也要小心 不要被Google广告阴了 这支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ICP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